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吴山玉老师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才会怎么找 找的对不对 以及我们大家对于一些 网路上搜寻到的一些谬论跟迷思 我们特别来请老师解释 老师 你好 你好 首先第一题啊 老师 我们想先问 居家看风水 大家都觉得才会有钱 找对的钱就来 但是才会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风水 风水在所有的人公认的第一本经典 叫做藏经 藏经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字叫做气 气乘风而散 借水而止 所以风水的根本就在讨论气这个东西 好 所以什么叫才会 它就是气最旺的地方 你一个房子里面 有些地方它的气比较没那么旺 有些地方气比较旺 所以人在气比较旺的地方活动会怎么样 你会头脑清晰 思绪积极等等 举例来讲 台北市也有精华区 也有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精华区域 对不对 那你要开店做生意 你要开在什么地方 人流多的地方 当然啦 那就才会啊 所以才会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气最旺的地方 它叫才会 我们先讲到风水中 第一个什么叫做旺气 旺气就是当旺之气 比如说现在是九运 现在最旺的气就是九这颗心 九的下一颗心是什么 就是一嘛 运有分九个 是一二三四六六七八九 对就是 破了之后再轮回来 再轮回来 对到2044年又回到一运 一运是20年吗 一个运是20年 好 所以现在最当旺的心就是九跟一嘛 此外还有一六八是财星嘛 原则上我们就是找这些财星或者是旺心的地方 它就是我们的财位 但是先说明一个观念哦 财位不是一个位置 好 我先讲一个故事 玄空派有一位非常有名风水大师叫做谭阳吴 他的女儿叫谭若曦 谭若曦呢他就说他爸爸看风水的时候 他爸爸从来不用任何的感应物品哦 从来不用 什么金蚕橱啦 招财猫啦 水晶洞从来不用 他只帮人家调整桌椅 简单讲就调整什么 调整动线 然后他只因为调整了动线 就让人家家庭的环境改善了 所以风水里面所谓的财位 它不是一个位置 它指的是一个动线 所以好 佩提想想看哦 从大门要走到你的座位 你要经过几个门 首先楼下大门 电梯门 上来的电梯门 我们办公室的门 以及你的走道会有三叉路口 三叉路口一定是人最密集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一路重重的气 一个关口一个关口进到你的座位 所以玄框风水里面所谓财位的布置 指的是我们希望旺气重重深入到我的座位 引流的概念 对 就引流的概念 好 简单讲 如果你在忠孝复兴站开一个店面 那你会希望开在什么地方 忠孝复兴路正上方 如果那地方没位置呢 摆地摊 也可以啦 但我们希望说 那我们就是跟着人潮流的地方嘛 人潮一定会聚集在某些交叉路口 比如说顶好上圈 对不对 那我希望我就是在顶好上圈 一抬头就看到的那位置嘛 对不对 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柴位 一抬头不一定是看到第一间哦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风水计算的逻辑 OK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柴位就是在动线上的生活 其实要非常的顺畅 对 任何的阻碍这件事 绝对不可以 其实做算家里 你真的找到柴位了很好 你一进门鞋子就乱丢 哦 绝对那个柴气 随着你鞋子的正正清香 飘到你的柴位啊 那绝对是不行的 被污染 所以其实柴位 它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跟一个好的生活动线 没错 所以你的柴位就养得好 是养得好的概念吗 可以这样讲 因为柴位就是吹动 就是吹动这两个字 什么叫吹动 其实就是动线 其实如果你们拿罗盘 站在人行道上 测量 拿着站在那边不要动哦 只要有人经过 罗盘就会动 磁场 人身上没有带手机 什么都没带哦 他就走过去就会动 为什么 那就是气的流动 这个好有意思哦 对 罗盘到底是看的是磁场 还是看的是气 原则上大家都认为 他是看磁场 对不对 好 那气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读了很多书啦 曾经我看过一个学者 那个学者是读理工科的 而且是台大的 他说他认为气是一个7.83MHz的载波 一个电波 载波 未必是电波 因为光波水波音波都是波啊 它就是一种能量 就是一个载波 只是7.83MHz 是非常非常低频的东西 所以非常难被测量 所以气非常难被测量 台大校长李世成 曾经有去做过实验 他拿水晶当作发射体 他用那个发射体去射出那个气 然后呢 用铜板 用铁板 都挡不住它 就另外一边能接受到那个感觉 那个气的感觉 他只用了一个东西就把它挡住了 用一张卫生纸沾水 放在中间 那个气就被挡住了 那是为什么 气水水行 水止气止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句话 遇到风它会散开 遇到水它就停下 这样的概念来讲 你才会很长的人走的那个洞线上 不要有水 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还会希望把气停下来 如果它是不好的气呢 如果气太强呢 对 所以其实才卫没有那么简单 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逻辑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第一题呢 帮我们的来宾跟包含我本人跟观众 就相信大家会打好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不然后面我们的课程会跟不上 不许这样听完 好像以前我们对于一些所谓民族学家的一些解释 或者是一些概念好像有一点点的清晰的那种感觉 你说的就是45度这件事吗 我换在后面的 我有好奇 你刚才说人走过去 猫走过去 我有会动吗 哦 对不起 我没做过这个实验 对 我家丢只猫 所以罗盘到底它看的是气的流动 所以 它两个都看 磁场跟气都可以看 都看 对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什么仪器可以真正去测量出气 现在唯一所知的测量仪器就只有罗盘 好想知道罗盘的制作难吗 要做一个好罗盘真的不容易 所以它有没有那种罗盘里面有分品牌 就是罗盘界里面的Hermes 有啊有啊有啊 台湾日清堂啊 真的有哦 真的有啊 那一个罗盘就8000块啊 现在好像还涨价了 它做那个罗盘是有一定的古法 对吗 就是要有一定的SOP不能乱 我相信是有SOP的 譬如说它天池 天池就是中间那个指针的地方一定要密封啊之类的啊 罗盘坏掉修起来很贵耶 哦 我曾经有一次罗盘坏掉 就是去跟手机放在一起 哦 这会消 消耻 会消耻 然后去修就好几千块 诶老师那我们手机上如果有罗盘的话 那绝对不会准 哦 因为你的手机是卫星三点定位 哦 它有点像指南针的概念而已 对 你看嘛 你的手机进地下室之后还会准吗 汽车导航进地下室之后还会准吗 哦 不一定会准 可能会偏掉 所以老师如果你看到有些风水老师竟然是拿手机在看罗盘 应该一个白眼你先给他 呃 那个人应该不是属于风水烟 诈骗 对 他应该属于娱乐业啦 呵呵呵 这一节 大家先初步了解所谓的财位是什么 以及它的逻辑的公式 罗盘它其实不是所谓的吃汤饭 是气的一个流动 是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的内容 第二题 其实大家想财位要怎么找 老师刚刚讲到九孕 今年是第九孕了吗 对对对 一孕是二十年 所以这个 123456789 到了2014年又回到一 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它就是我们太阳系九颗行星的交汇 具体是哪一颗星 跟哪一颗星我背不起来 在我风水课程里面有详细的列表 那个东西我也真的去查过天文台的资料 太阳系也有两颗行星会合的时候就是二十年 三星交汇就是六十年 所以一百八十年就是九星连珠 结果九颗星在一条直线上就是一百八十年 但是我去查过天文台的资料 因为古人毕竟他们的纪元没有像现在这么准 所以我去查天文台的资料 所谓的二十年 有时候是二十年又两个月 有时候是十九年又十个月 意思差不多 差不多那个意思 对因为星球的旋转它不是圆形嘛 都普勒运动定律嘛 你学过吗 没印象了 都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它讲的就是行星在运转的时候是椭圆星轨道 所以它不一定会刚刚好二十年 但大约二十年 所以每个运的二十年是这样来的 它像大运的概念 我们算命的时候一个大运的概念 大运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 比如说命令里面的大运 就是这十年之内你大致上的走下 风水中的九运每个运是二十年 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之内 你大致上的走下 所以所谓的九运就是 九这颗星当旺的运势 就是谁当执行官的问题 值日生是谁 对 值日生是谁的问题 OK 好 我们先理解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财位怎么找 好像也是习习相关嘛 是 财位要怎么找 我们刚刚讲 九运的时候九是执行官 他是执行官 所以他可以叫你去扫地 你去擦桌子 那他也可以指定副班长 副班长是谁 副班长就是一嘛 所以就是九是执日生嘛 然后一是副执日生嘛 可以这样理解嘛 好 所以要怎么找财位 第一件事情要先拿罗盘出来 罗盘拿出来就讲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 360度分金差一度 富贵不相见 你只要差一度就不行 你看寻荣诀里面就有讲到分金 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用指南针去测 指南针出来 譬如说如果他偏一度偏两度 你可能觉得没关系 指南针有没有可能会差一度差两度 有可能嘛 手机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可能差更多度 我这个曾经有过客户 他呢自己拿手机在他家门口测量度数 三支同一代的iPhone 测出来度数三支都不一样 你以为 中华电信部 没有三支都是中国联通 GPS误差就对 对就GPS误差 所以我们要先拿罗盘 先测出我现在位在哪个地方 举例来讲 我现在测出来 我是坐在这边 向手是这边 我坐这边一定是向这边 我要怎么看我坐哪项 你都 这就是大问题了 对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风水课程中 花了两个小时 讲解 来 我家到底是以大门开口方向 还是我家最大窗客厅的那个位置 到哪里 每个房子都不一样 原则上是以最大的窗户的朝向为主 但是前提是你的客厅 必须是朝向那个窗户 如果你一进门 你家最大窗户都给房间用掉了 你的阳台 人挤人之后 经过之后才能到那个阳台 那边就不能作为朝向 那这时候你要以大门作为朝向吗 答案是不对 这个我朝过古书 古书上确实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子的 以整栋大楼的朝向为朝向 以整栋大楼的大门朝向为朝向 不一定是大门 大门跟朝向又不一样 很多的大楼 它的大门不是朝向 譬如说忠孝东路 这么漂亮的黄金店面 你拿来做大门 很多新的大楼都不僵盖了 开在侧边 对 所以很多的旧的大楼 它们的大门会开在正面 没有错 但现在很多新的大楼 大门都开侧面 所以坐哪朝哪 我到底要怎么分 它在设计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它就会设计它的朝向 所以是应该以整体建筑物去朝向 如果你居家的找不到的话 你就是以整栋大楼的方向 对朝向为朝向 没错 所以找风水师的必要还是有的 因为这真的一般人 我觉得好像做不成 应该是说绝大多数的风水师 都不知道这个观念 因为这个都是古书商 要研究很久很久之后 才会找到的观念 因为古书商确实有很多很多案例 它都告诉你 我这种房子是朝向这边 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 所以坐哪朝哪 我们主要是要找朝的那个位置 对 反过来就是坐的位置 对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个迷思 我的房子有可能会三角形 三角形的情况之下 假设我朝正北面好了 那我的背面是可能是西南走向 那你是坐西南朝正北吗 绝对不是 那就是坐南朝北 因为坐跟向是相对的概念 对 老师我们现在理解了坐跟向之后 下一步 我们就是去网路上找任何排悬空盘的软体 把它排出来 就像这样子 我们假设是坐丑向位的话 就会坐南朝北 丑是东北 你看这个位置 它是东北 但是它靠近北 子的地方是正北 五的地方是正南 五为什么正南你知道吗 以前皇帝不是说把这个推去五门斩首 五门就是在南方 正南方 对 然后子就是正北方 这好像是十二十尘牌的那个逻辑 对 它二十四个山 二十四个山里面有十二个地支 加上八个天干 再加上四围 四围就是 耿乾坤迅 所以就是坐丑向位 它就是一个 东北 偏北的位置 在地理上 就叫做北北东 北北东 坐北北东 朝南南西 排出来盘就长这样子 排出来之后 我们就先来找 值日生在哪里 在这里 旧 对 所以它就是财星 然后它有分红色跟蓝色 红色是向星 它管财运 然后蓝色是山星 它管人丁 所以人丁旺盛就怎么样 员工流动率少 家里的人喜欢待在家里 家里的访客多 等等 家里人丁旺盛 古时候还有催旺人丁的方法 它就是催旺蓝色这颗星 生小孩生得多 有些人生不出小孩 就是催旺这颗星 它就会生了 所以它这个是要从家里面的格局去对吗 可不可以用一个实际的格局安理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找它的才会好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最简单的格局 这个是一个一房一厅的格局 好然后我们就把刚刚测量出来的丑山卫向旋空盘把它放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久久运的直日生嘛在哪边 就在它的前面这里 然后既然它是直日生它有最旺的气所以你应该迎接它 所以它要怎么去布置吗 因为它动不了 很简单嘛开门开窗那气呀 然后人经常在那边走动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知道了柴位之后我要怎么去做 你要说开门开窗 对呀 自己的导向导过去就对 对呀因为我们这个盘它就是两个直日生 不管三星跟象星两个直日生都在它的相手 就是我朝向的地方面向的地方 所以面向的地方是什么 面向的地方就是它这边有落地窗啊 这边有窗户啊 房间这边也有窗户啊 我们就把窗户打开嘛 迎接这个直日生进来嘛 迎接这个旺气进来 就这么简单 然后人经常在那边活动 对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很简单吧 东西是什么的有重要吗 原则上我们就是说放内六式 什么叫内六式 事情 对就你做事的地方 书桌 沙发 床 电灯开关 饮水机 你每天要去饮水机喝水嘛 就是你人经常要去用的地方 就放它 那最不能放什么 最不能放阻挡器的东西 譬如 熟柜 屏风 好啊 不是书柜吗 书柜也是 譬如说就像这样的格局好了 你书柜靠边放没关系哦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放横的 把气挡住了 其实屏风是风水中的大禁忌 家里最好不要放瓶光 对 也不要做玄关吗 绝对不要 除非有一种特殊状况 就是你的门刚好纳的是不好的气 比如说九韵的时候九是直视声 对不对 168都好的嘛 对 但是有些东西 距离它当直视声很久很久 它叫衰气执行 譬如说三 譬如说七 譬如说五 这些都是凶行 在九韵的情况下 三七五是不好的 三五七本来就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三五七当直视声的时候 也可以用 也是好的 但是三五七如果它不当直视声呢 那就不能用它 调皮的同学 哦那是特别调皮的同学 因为距离它当直视声很远嘛 它很久才轮得到嘛 所以它现在是最不受重视的同学 它会怎么样 它会捣乱嘛 所以譬如说你的三五七或是二 刚好到你的门口 那你就必须用屏风 把它引导到另外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 不是这些新的方位让人走进去 所以屏风的作用是什么 屏风的作用是改变动线 所以还是回到最初讲的一个点 风水中的柴位是什么 就是动线 老师我们以刚刚那张一房一厅的 它的三七五 它的位置在哪边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看红色字 它的三在这个地方 它门口在这里嘛 对 这里是墙壁 门口进来的左手边是三 对 鞋柜挡在这边 不要走过去就好了 其实没有不用 因为这里是墙壁啊 所以它根本不会有气啊 不会有气它就调皮不起来啊 你一个调皮的学生 你不给它饭吃 它就调皮不起来啊 我在哪边 我在这边 它是墙壁 它也是墙壁 对 它的纳气口其实就是这里 还有前面这里 所谓的纳气口就是门窗 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 三七五这几个调皮的同学 在我的门跟我的窗的位置的话 对 就必须要用书柜或屏风把它挡起来 对 那如果是柴位的话 我们就是让它更通透一点 对没错 所以如果说像这些调皮的同学 他如果刚好在你的门口 或者是窗边 那个窗户就不要开 哦 它就不会进来捣乱 了解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讲 今年流年 哪一颗财星到什么位置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原则上 这样讲并没有错 但是那地方如果是墙壁的话 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哇塞 这一集 是珍贵 因为它其实对于以前我们 不了解这一块的 一般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适时而非 对 但我觉得今天老师真的很会讲 不愧是做着非常好的YouTube 谢谢 听你讲完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百事 财卫的摆是你说书柜不要阻挡到气的流动 我们可以把它顺的摆就好 对 我们要摆哪些东西是摆的才是对的 水晶嘛 原则上你刚讲到水晶 我只能这样讲 李四成他认为水晶有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会不会影响到风水 没有人能够证明 对 所以说原则上财卫 你就把人摆在那边就好了 就人常去 刚刚讲内六式 对 你就只把人摆在那边就好 在那边干嘛 读书啊 睡觉啊 看电视啊 滑手机 你就算在那边滑手机 你都会滑得比较头脑清晰啦 哦 了解 好 谢谢大家收听跟收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